如果我的rotation希望能够更工整一点 不要有这种rotate出一点点一点的角度的微变化 我可以再我们先shift D 然后 G 把它移出来一点 然后当然我先回到bonding box的情况下 那我们先把它的rotation跟我的这个位置的关系是一个好像垂直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然后再回到circure 那么这时候我们再同样的按shift D 30 度 然后按Enter 然后shift R 我就会得到一个比较是工整的旋转方式 是不是都有一个角度的变化 那这个角度的变化其实只是它原始起始值 跟就是我的cursor或者是我的pivot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整齐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